接下来就是年 好 请点它 请点空白地方 然后交叉分析筛选器 然后请选年 一样三个动作 对不对 我已经 这个都必须要教 就是如果进阶 我就要请你们学会 从民国年转成戏元年 这也是指导清理 反正要学的东西可多了 好 请看 如果你想看 2021年 好 你去看这个数字 对不对 台北市是不是 346万4千多 你知道为什么不对吗 是因为我们要勾选的是 这个是总计 我们不可以用总计 应该是 对不起 这边我要修改一下 这边不是放收入组类 这边应该是放收入次类 收入次类里面的 收入次类里面的 对不起我看一下标准答案 就是 不是这一个 是 它是这个收入组类是 受雇人员报酬跟 这个 还有 这个 对不对 1732126 刚刚我点的收入组类 我就同时再点到它了 可是算起来好像也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要先选 等一下 我告诉你就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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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110 然后 产业主所得 产业主所得 就要 control键按住 然后勾选它 这样就会加在一起 加在这个里面 好 就是我先勾这一个跟这一个 看到 台北市就不是最高了 而是新竹县 新竹县 第一 台北市第二 然后再接下来 再接下来就是 财产所得收入 control键按住 财产所得收入 还有 还有什么 自用住宅 租金收入 control键按住 自用 自用 这个 这个租金收入 现在换台北市第一了 140多万了 这样可以了解 我在做什么事吗 我的意思是说 我的意思是说 假设这四项收入 你去看 2021年台北市 然后2020年 还是台北市第一 可是你要知道2020年 它是从多少 140多万 变到2020年的 143万 所以它是 它是变多还是变少 2020年它是143万 稍微记一下 2021年 它是140 它变稍微多了一点 多了几千 这样听得懂我意思吗 所以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样子的一个表格里面 视觉化来去看到什么事情 看到 假设我现在想要看的是2021年 2021年 它的各线市的一个收入 收入的比较 对不对 你要看现象 现象是什么 你看现象就说 首先这几个城市 它是怎么样的一个下降 还有其他现实 它又是怎么个下降 这样可以了解吗 收入会不会有现实别的差异 而且很大的差异 还有就是我这样子的做出来 它可以呈现互动式 例如说我想要看2020年 第一年还是台北市 2019年还是台北市 但是你会发现 这个一个弧度的一个改变 2018年有看到吗 2017年好像感觉 1819它的一个弧度 是一个比较偏缓和的 可是2017年这边第三跟第四 这边就有一个gate 就是掉下去 好反正就有很多现象 这是值得我们去观察 可是在这么多的这些现象里面 我们我教你们的一个方式 就是用视觉化来去呈现 去用数据去说 您那个资料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这样可以吗 好那我刚刚所谓的互动式 就是我点这边的一个 删写控制 主表是不是就在这边产生及时的变化 这就是互动式 好那以上请各位把这个档案储存起来 这就是我暂时想要先告诉你们 什么叫做视觉化分析 以及互动式化碗的概念